前幾天 許多問獎還在頭卡木裏修 即時雨即將來了 這陣子疫情影響觀光業 遊客減少了計程車和遊覽車的生意 也受到影響 政府的紓困措施要再加碼 運輸業預計比照監困企業 也納入紓困補助範圍 總統在歷次的財經高層會議中 他都會指示行政院跟各部會 就對每個產業的紓困方案來進行研議 正在研理的方案包括 計程車和遊覽車業 渴望比照監困企業薪資補助方案 司機每人每月補助一萬 共罰三個月 預計約有十萬人收費 總經費約34.5億元 預計四月中旬 觀光從業人員跟司機補貼 可以同步上路 不過還有待最後的拍板 而補助也有條件 那我們一定是針對有駕駛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 來進行對人的補助 這個是會跟所有的 包括車行跟車隊來討論 之前補助了油資 不過還不夠 就盼再為問獎們加油打氣 大家午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